全红蝉与陈玉希之间的比赛事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裁判的不公正评分也在舆论中饱数谴责 然而 当蝉保八分的裁判最终被开除并终身进赛时 无数网友都欢呼着称赞这一结果 毕竟 这是真的大快人心啊 对于全红蝉被压分事情的告一段落 我们不禁会回忆起当时的比赛场景 全红蝉和陈玉希在比赛中所展示的动作难度一样 完成度也堪称优秀 他们每个人跳出的水花几乎相同 哪怕是解说员都赞叹不已 在那一刻 观众们都想象不到 接下来裁判的评分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 上海籍裁判的评分行为令人匪夷所思 或许他当时的心态复杂 可能心里想的是 红包比良心更有价值 于是 他在评分时毫不犹豫地给了全红蝉压到了8分的最低分 而另一方面 陈玉希却被提拔到了9.5分的最高分 这种公然的不公平行为让人无法接受 更让人对整个比赛的公正性产生了质疑 朋友们 请点赞支持全红蝉 让更多人看到视频替蝉宝发声 随着事情的传播和广泛关注 公众的声音开始逐渐发酵 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对裁判不公的愤慨和不满 并通过各种渠道发声 呼吁公平评分 这份声音浩浩荡荡 让裁判不得不自省 最终被开除并终身禁赛 这一结果的公正性不容置疑 裁判的终身禁赛意味着他将再也无法参与任何比赛的评判工作 也将失去作为裁判的身份 这无疑是对于不公正评分的最严厉惩罚 也是对于公平竞技的最有力保护 除了对裁判的开除和禁赛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思考与反思 作为比赛的评判者 裁判所承担的责任重大 他们的公正评分是保障比赛公平性和竞技性的关键因素 然而 在这起事情中 裁判的不公正评分确置整个比赛的公正性于不顾 给了运动员和观众一个极其不正常的信号 从这起事情中 我们可以看到评分的主观性和执法的不严格性 如何确保比赛评分的公平公正 既需要制定具体而明确的评分标准 又需要评委们本身具备高度的职业操守和责任心 只有这样 才能为每一次比赛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舞台 除了评委的评分标准 我们也应该关注更广泛的问题 例如 如何提高运动员们的专业技能水平 如何培养良好的经济心态 如何对运动员进行全方位的培养和关怀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推动整个体育界的发展和进步 也将为裁判们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判断依据 事情的结果是积极的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止步不前 相反 我们应该将这起事情作为一个警示和启发 不断完善体育竞技的制度和规则 进一步提高比赛的公正性和竞技性 这起全红禅被压分事情的结局 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展示了人们对于正义和公正的追求 在这个过程中 公众的力量起到了至关心得的作用 因为只有公众的声音足够响亮 才能真正促使体育界的变化和进步 全红禅被压分事情的结果 是一个迈向公正评分和公平竞技的新的一步 他提醒我们 无论是运动员 观众还是评委都应该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保障比赛的公平公正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让每一场比赛都充满经济的魅力 让每一位运动员都在公正的评判下 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当时这个结果 令所有观众和网友都目瞪口呆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 这不明显欺负从农村来的产宝吗 观众大声质疑着 对裁判的判定表示不满 赛后的争议如火如荼的蔓延开来 人们纷纷对整个比赛的公正性 提出质疑 在比赛现场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激烈的较量上 陈玉希和全红蝉的对决备受期待 两个选手都是才华横溢的舞蹈演员 展示着自己独特的舞异 各自都有着极高的难度动作 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 两人的舞姿相得益彰 仿佛在舞台上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然而 就在这个充满悬念的时刻 评审们却做出了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判决 蝉宝的表演无可挑剔 他的动作相当流畅 每一个动作都有力度与灵动并存 观众们被他的独特魅力所吸引 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 然而 这一切似乎并不能打动那位裁判 他不仅给全红蝉低于预期的分数 而且在总评上还给出了稍有争议的评价 这让人们心中不禁生出疑问 这是不是有钱使人推分的典型例子 通过慢动作回放与分析 专业人士们也无法找出全红蝉身上的失误动作 相比之下 陈玉希的舞姿并不如全红蝉那样完美 尽管陈玉希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舞者 但在这场比赛中 他似乎并未完全展现出自己的潜力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陈玉希获得了更高的评分 这不禁让人怀疑评委们的客观性 许多观众对这一结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是对全红蝉的不公正评价 有位现场女观众更是不顾保安的劝阻 用大声喊话来表达她的不满 但是 这一次的争议并不仅仅局限在比赛现场 网上讨论也变得愤怒起来 以至于主办方不得不出面解释裁判的判决依据 全红蝉出现在东京奥运会上 当时只有13岁的她强势出圈 成为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的天才少女 在荣誉背后 全红蝉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作为一名年轻的运动员 必须面对外界的期望和自身成长的困扰 在成长的过程中 全红蝉输给陈玉希很多很多次 是这些挫折让全红蝉更加成熟 更加坚强 杭州亚运会力压陈玉希夺冠后 全红蝉很快给予好友拥抱安慰 看到这一幕 也让我们感受到蝉宝内心逐渐成熟 与陈玉希之间有着深厚的占有情谊 如今 17岁的全红蝉已经逐渐走出了压力的阴影 正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与全红蝉同场竞技的陈玉希 是另一种风格的选手 陈玉希尝以稳定的表现和卓越的技术 征服了观众和评委 为中国跳水队赢得了荣誉 也为年轻选手树立了榜样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成功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在跳水池边挥洒汗水坚持训练的结果 在每一次失败中汲取经验 不断磨练自己的记忆 正是这种对跳水的热爱和对胜利的渴望 让全红蝉和陈玉希 能够在赛场上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实力 环视当下的跳水赛场 中国女子跳水十米台一直以卓越的表现 引领着世界跳水运动的发展 但跳水运动的未来 不能仅仅有全红蝉和陈玉希 在最近的国家队体能大比武中 中国又17岁跳水天才崛起 新兴龙英平为女子跳板跳水注入了新的活力 龙英平展现出惊人的实力 力压全红蝉 大比武单向第一 同时战胜陈玉希 更显示出龙英平扎实的基本功和不俗的技术水平 作为一位颇具潜力的年轻选手 龙英平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已经成功进入国家队 开始挑战更广阔的舞台 龙英平的出现虽然会对陈玉文 昌雅妮等前辈构成了威胁 但更能为中国跳水队注入新的希望 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职业生涯周期 状态和表现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虽然目前全红蝉和陈玉希的表现非常强势 但未来的比赛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因此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跳水队能够涌现出更多项全红蝉 陈玉希和龙英平一样优秀的运动员 用实力和拼搏为中国跳水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他们的每一次胜利都将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这项充满挑战与激情的运动之中 跳水比赛除了个人表现之外 还需要整个团队的协作和支持 中国跳水队之所以能够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 离不开整个团队的协作和努力 展望未来 在即将到来的奥运年里 全红蝉 陈玉希和龙英平将肩负着中国跳水队的期望和重托 向着更高的荣誉发起冲击 无论是单人还是双人比赛 他们都具备着强大的实力和默契的配合 在赛场上一次次创造奇迹 为中国跳水队赢得更多的荣誉 年仅16岁21次获奖 斩获27个世界冠军被称跳水皇后 盘点中国八大著名女跳水运动员 各个实力与颜值并存 有人为国争光后低调退役 有人退居幕后成教练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八位运动员都是谁吧 第八位全红蝉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 14岁的全红蝉一亮相 就点燃了全场的热情 他那出色的表现 轻松夺得了金牌 仿佛他天生就是冠军 他的才华和坚韧精神 简直让全世界都为之倾倒 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跳水项目 全红蝉与18岁的陈玉希搭档出战 两位年轻的选手在各大国际比赛中 一路高歌猛进 市锦赛 世界杯等赛事 都留下了他们的光辉足迹 连一次的失败都不曾尝过 亚运会赛场上 他们如入无人之境 无与伦比 全红蝉仅16岁 对他来说 这枚亚运会金牌意义重大 他在过去两年里夺得无数金牌 全运会 市锦赛 世界杯等各大比赛的冠军头衔 只差一枚亚运会金牌 在最后的比赛中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默契配合 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以375.30的高分 毫无悬念地夺得了 亚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的金牌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表现简直完美 再次展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记忆 堪称该项目的无敌之师 第七位 郭晶晶 从小学跳水开始 郭晶晶展现了出色的天赋 他在12岁时进入省级跳水队 13岁就被选拔进入国家队 正是踏上了他辉煌的跳水生涯 郭晶晶的奥运之路可谓坎坷 一开始他多次未能站在领奖台上 但他并没有气馁 反而更加努力 最终成为中国跳水队的领袖 郭晶晶参加了四届奥运会 他不仅实现了夺金梦想 还与吴敏霞组成了传奇的冠军搭档 被誉为跳水女皇 他赢得了27个世界冠军和四枚奥运金牌 他的跳水生涯充满辉煌 即使郭晶晶告别了跳水赛场 他的生活依然精彩 他嫁给了豪门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同时也投身公益事业 一直致力于为社会做出贡献 盘点中国八大著名女跳水运动员 谁才是你心中的跳水女皇 第六位 吴敏霞 吴敏霞的跳水旅程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传奇 从六岁那年 他就被上海少体校的教练袁连英相众 开始了他的专业跳水生涯 吴敏霞的天赋和毅力在上海队表现出色 于1998年荣幸地被选入中国国家跳水队 成为中国跳水队的一员 在过去的18年里 他横扫了20枚世界大赛金牌 其中包括五枚奥运会金牌 这些惊人的成绩不仅令吴敏霞成为个人辉煌的象征 也骄傲地写入中国体育史册 他的名字已经永远铭刻在中国体育的殿堂中 国际泳坛也对他的成就赞不绝口 2017年 英国BBC体育评选他为传奇运动员 而今年吴敏霞又获得了世界永连名人堂的殊荣 然而吴敏霞的传奇故事并没有就此终结 退役后他并没有离开体育 而是将焦点转向了家庭和公益事业 他用自己的行动演绎着体育精神 默默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的力量 最近杭州亚组委荣幸地邀请了吴敏霞 他正式成为杭州亚运会的推荐官 他的加入不仅为亚运会增色不少 也为中国跳水队树立了更耀眼的楷模 第五位周济鸿 周济鸿小时候曾经是体操小将 但他命中注定要在跳水领域闪耀 1977年 周济鸿闯入武汉业余体肖 决定改练跳水 那一年 他也开始了他不朽的跳水生涯 进入湖北省队 他一路拼搏努力训练 1981年 他的兼任付出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上 终于得到了回报 他获得了冠军 这个冠军成为他光辉生涯的起点 1982年 他加入了中国国家队 成为国际赛场上的闪亮明星 然而真正的辉煌 是在1983年的世界杯上到来的 他在女子跳台 混合团体和女子团体三个项目中横扫金牌 1984年 代替受伤的队友 他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登上了女子十米跳台的最高领奖台 捧起了奥运会的金牌 1985年 他继续斩获两枚金牌 而在1986年 他选择退役 但并没有离开跳水 而是回归教练席 成为湖北跳水队的教练 1990年 他被任命为中国跳水队的领队和教练 至今他一直坚守岗位 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跳水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41枚奥运金牌 107枚市锦赛金牌 48枚亚运会金牌 他被誉为中国跳水队的教母 第四位 福明侠 提起福明侠 你可能想起那位昔日的跳水女神 如今已经是46岁的妈妈身材 曾经她是中国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然而福明侠在事业鼎盛之际 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抉择 他选择了嫁给了梁锦松 这个决定就像按下了他跳水生涯的暂停键 婚后福明侠不仅放弃了职业 还迅速迎来了三个可爱的小生命 这种生活转变让人不禁感慨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诡计 嫁给梁锦松后 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他放弃了自己的奥运冠军头衔 转身为一个全职母亲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至今 人们仍然对福明侠的选择充满质疑 但不管她如何选择 只要她幸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知道中国八大著名女跳水运动员都有谁吗 各个屡创奇迹为国争光 第三位陈若霖 跳水界的巅峰女王陈若霖 以她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 斩获了22项世界冠军和五枚奥运金牌 她的传奇旅程始于令人心碎的三岁时刻 那时 她的父母毫不留情地将她遗弃 然而 幸运之神似乎眷顾着她 她的舅舅挺身而出 接管了她的抚养 当她成为跳水界的女王时 命运却又一次狠狠戏弄她 她的亲生父母突然重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希望弥补过去的错误 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让陈若霖备受压力 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她紧张地准备着 而她的教练周济红则默默地守在她的身边 陈若霖向她倾诉内心的焦虑 而周济红却以温暖的语言鼓励她 让她相信自己已经充分准备好 陈若霖闭上双眼 全身心地沉浸在比赛中 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 她完成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动作 毫不留情地入水 周济红激动地大声喊道 好极了 太出色了 陈若霖听到教练的呼喊声 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她通过漫长的汗水和训练 最终展现出了自己的真正实力 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 第二位陈玉希 陈玉希 这位年仅17岁的上海姑娘 真是一个跳水界的闪亮新星 她出生于运动世家 从小陈玉希就沐浴在这个运动的氛围中 2018年 她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上大放异彩 一举多得了女子单人十米跳台 和男女混合双人十米跳台两项冠军 2019年 她成功入选了中国国家跳水队 并在童年的世锦赛上 夺得了女子单人十米跳台的冠军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陈玉希与搭档张家琪一同出战 一举多得了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 为中国再添一枚金牌 2023年 她在世界游泳锦标赛 女子单人十米跳台决赛中表现出色 以457.85分的高分夺得冠军 陈玉希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 一次次创造佳绩 不仅展现出了她在跳水运动中的非凡实力 也彰显了她的毅力和坚持精神 第一位 何兹 何兹被誉为跳水女皇郭晶晶的接班人 在2006年10月 她终于踏入国家队 命运开始发生改变 2011年的世锦赛上 何兹携手吴敏霞夺得女子三米板双人冠军 同年4月 她在国际泳联跳水系列赛决赛中一举夺冠 而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 她与吴敏霞搭档 轻松摘得金牌 这也是她首次参加奥运会就夺得的金牌 2013年的全运会上 何兹再次在三米板决赛中战胜对手 摘得金牌 成为继郭晶晶和吴敏霞之后的全满贯跳水选手 2016里约奥运会上取得银牌 丈夫秦凯在颁奖典礼上当众求婚 如今 33岁的她比以前更加美丽 神采意义令人惊艳 何兹才真正成为了跳水女神 她的坚韧与才华 以及幸福的家庭生活 让她成为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女性典范 从农家小院到豪华别墅 对于世界奥运冠军全红蝉来说 犹如梦幻 恍如隔世 而就在近日 有网友爆料称 全红蝉的父亲在社交媒体 晒出了自家新建别墅的照片 此事迅速引起许多网友的热议 在目睹全红蝉的父亲 晒出自家豪华别墅照片后 许多人禁不住又想到全红蝉一家人 原来居住的那栋不起眼的农家小屋 两相对比 这些人禁不住感叹和唏嘘 很显然 在感叹和唏嘘的这些人群中 一方面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 全红蝉有一名农家少女 成长为世界奥运冠军 本身所经历的艰辛和付出 常人难以想象 而今所取得的成绩已来之不易 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全红蝉父亲所修建的这栋豪华别墅 也可以说是全红蝉从原来的农家小屋走出 成长为世界奥运冠军的见证与缩影 应该称赞和肯定 然而 在另一方面 有的人在目睹全红蝉父亲修建的这栋别墅后 又有些顾虑和担忧 认为从豪华别墅里走不出奥运冠军 面对全红蝉父亲修建的这栋豪华别墅 从小就吃苦耐劳 富有拼搏进取精神的全红蝉 会否会丢掉从小就养成的朴实无华和拼搏进取 会否会担惊力竭 保持一种永不服输的拼搏精神 继续自己的跳水运动事业 一句话 在今后前行的人生道路上 在未来充满变数的体育竞技场上 全红蝉会不会忘却自己来时的路 会不会经常想起 当初自己一家人所居住的那栋农家小屋 会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 信心与信念 因为 在一些人看来 原来那栋不起眼的农家小屋 才是全红蝉世界奥运冠军信念和追求的起点 才是全红蝉走向世界体育竞技场的动力源 才是全红蝉不断走向个人体育竞技 辉煌灿烂的侧原地 在当初那栋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农家小屋 在那个并不宽敞的农家小院 孕育了全红蝉的吃苦耐劳精神 和朴实无华的性格与作风 以及永不服输的拼搏进取意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全红蝉能够成为世界奥运冠军 可能与他在艰苦环境下的魔力是分不开的 而原来全红蝉一家人居住的那栋不起眼的农家小屋 也许就承载过这样的艰难和困苦 按照一些人的话来说 没有当初全红蝉一家人居住的那栋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屋 就没有全红蝉后来光彩夺目的世界奥运冠军光环与梦想 同样 也就没有全红蝉这个世界奥运冠军 也许就没有今日今时全红蝉父亲修建的这栋别墅 对此 有人总是想通过全红蝉原来居住过的农家小屋 和全红蝉父亲如今修建的这栋豪华别墅 印证和全市全红蝉的世界奥运冠军之路 通过全红蝉家新旧房屋对比 来回望全红蝉的成长历程 从而探究有的人认为的 一旦富有就会改变的是与非和对与错 而这样的探究和忧虑是否恰当 大家也可以就是论事 各书己见 对这种认知和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尘埃落定 周济红被带走调查 全红蝉恩氏不该犯错 一则关于体坛的重磅消息 引发了广泛的和讨论 前橄榄球国手知名媒体人刘凯 在社交平台上爆料 有一位前世界冠军奥运金牌运动员 被带走调查 涉及体坛反腐案件 而且这位运动员的影响力 要远超此前被调查的前国族主帅李铁 刘凯的爆料 虽然没有具体指明是谁 但是给出了一些模糊的条件 比如会让多块奥运会金牌蒙尘 不是乒乓球等等 这些条件让不少网友开始对号入座 猜测到底是哪位体坛大咖遭到了调查 在网友们的猜测中 多名奥运冠军先后中枪 其中包括张继科 王蒙 邓亚平 林丹 刘国梁 周济红等等 这些运动员都是体育界的传奇人物 他们在各自的项目上都有着辉煌的成就和荣誉 也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无数的赞誉和尊敬 如果他们真的涉嫌贪腐 那么无疑会对体育界造成巨大的打击和伤害 张继科 王蒙 邓亚平等人先后辟谣 在刘凯的爆料出来后 国内体坛比较知名的退役运动员 有不少人躺着中枪 其中第一个被球迷猜测 被调走的奥运冠军是张继科 张继科是国平大满贯选手 奥运冠军也是乒乓球界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 他曾经与景田有过一段恋情 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分手了 有人怀疑张继科可能涉嫌与景田被敲诈一事有关 不过很快铭记李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 被带走的人并不是张继科 并且还透露自己也只是道听途说 并不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 在官方没有公布之前 自己也不方便透露出来 随后王蒙躺枪 王蒙符合了多枚奥运金牌等等设定 再加上王蒙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这也让王蒙成为了热门的人选 王蒙是前短道速滑队的大魔王 奥运冠军 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 一举夺得四枚金牌 刷新了冬奥会历史 退役后 王蒙转型为教练 并带领短道速滑队 在平昌冬奥会上 再次夺得三枚金牌 然而 在事情升级后 王蒙也第一时间更新了社交媒体 进行了辟谣 并且王蒙还通过自己的工作室发文说 将对相关言论进行追责 在王蒙之后 林丹和邓亚平也先后中枪 邓亚平这边也进行了辟谣和追责声明 林丹并没有搭理 但是林丹训练营的动态一直在更新 显然出示的并不是林丹 紧随其后的刘国梁也一度被猜测 不过刘国梁亮相亚运会会议 也说明了刘国梁没有问题 这些运动员都及时地为自己证明 也让网友们对他们的怀疑有所消除 周继红被猜测最多 央视报道为其辟谣 在这些运动员中 有一个人却没有及时发声 那就是跳水队长门人周继红 周继红是前跳水运动员 奥运冠军在1988年 汉城奥运会上夺得了女子十米台的金牌 退役后 周继红成为了跳水队的主教练 并带领跳水队在多届奥运会上 创造了辉煌的成绩 如今 周继红更是高居国际永连二把手的位置 是体育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或许是因为周继红此前 曾被新西兰运动员LISA控诉 甚至一度深陷侵吞奖金风波 这也让周继红成为了很多网友猜测的对象 毕竟周